以为是感冒 我一直去看耳鼻喉科 看了很多家不好 然后最后去看偏方 偏方让我去洗鼻子 有那个像循环机 像洗肝的那样子 把水这样 这叉运就要鼻子这样洗 你知道吗 超不舒服 他就说我里面一直鼻涕倒流不好 然后中药也试过 然后也去西医看过 都完全不好 我整整咳了三个月 而且那种咳瘦式 那种咳跟一直那种鼻涕倒流式 我没有办法平躺地睡觉 因为我一躺 我就一直咳咳咳 接下来讨论的事来 这个真的是 我去咳射变 哭哭少老是好不聊 俗话说 他先怕痛少 然后脱脂才怕流 这尤其是每当季节交换的时候 鼻涂科门诊最常见的主处 大概就还是咳瘦咳不好 那因为刚刚有提到季节交替 过敏性鼻炎的患者比较多 所以像门诊上面 比较容易遇到的 就像譬如 鼻涕倒流 那它有个特性 就是你站着的时候 它鼻涕可能就容易 从前端鼻孔流出来 可是当你躺下来的时候 它没有办法 可以适当地排水 它就会造成喉咙的刺激 就会形成痒 咳嗽这样的状况 其实鼻涕倒流到最后 就变成咳痰 是 对 然后我这个经验超级丰富的 我是十几年前 一直咳嗽 早咳不好 我以为是 而且有开始流鼻涕 然后又有鼻涕又弹 然后我就以为是感冒 我一直去看耳鼻喉科 看了很多家 不好 然后最后去看偏方 偏方让我去洗鼻子 有那个像循环机 像洗肝的那样子 有没有 把水这样 真的去擦晕 就要鼻涕这样洗 你知道吗 超不舒服 他就说我里面 一直鼻涕倒流不好 然后中药也试过 然后也去西医看过 都完全不好 我整整咳了三个月 而且那种咳嗽式 那种咳跟一直那种鼻涕倒流式 我没有办法平躺地睡觉 因为我一躺 我就一直咳一咳 我就真的得几乎是 就是差不多这样子 一百一十度一百二十度这样子 后面枕头这样子睡 然后最后最后呢 我去终于去找到一个 非常棒的医生 他说你这种认证 他赶快帮我照了X光片 然后帮我检查 他说结果我这是鼻痘炎 是一种很罕见的鼻痘炎 在我的鼻中阁里面 长了一个小泡泡 就是因为那个小泡泡的关系呢 造成我这样一直鼻涕倒流 然后一直咳嗽 然后呢 顺便又帮我检查出来 就是说可能也是因为一直咳嗽 然后那一阵子 我又一直跑好像通告宣传啊 或是讲太多话 对 然后呢 喉咙也长茧 所以呢 最后这就变成要开刀了 这个那开刀就变成他一次 就是把我的鼻痘炎那个 然后跟那个喉咙长茧就一次开 就是后来这个鼻痘炎 他帮我开好了之后 就没有再回来过了 那相同的情况也发生在我姐姐身上 我姐姐也是去年也是咳很久很久 都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最后真的果然又发现 又是鼻痘炎的问题 刚崔萍也提到的状况 大概会是慢性的鼻痘炎的症状 急性鼻痘炎常常有些会合并 因为它是急性的发炎 那可能分泌物就比较浓稠 然后合并就是像类似发烧等等 颜面 肿胀 头痛等等 一堆症状都有可能发生 我是倒是还没有到那 那慢性的鼻痘炎是因为它长期处于一个 慢性发炎的状态 所以我们鼻痘里面的一些 它就慢慢地会像果冻一样 果冻化 所以在内视镜底下看 才会看到一些果胶 所以我们在开刀的时候抽出来就好像 那又有点像爱欲果冻 可以不要这样 所以崔萍姐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他那时候跟我说好像就是说是一个泡泡 我堵在我的什么鼻中隔这边 把我堵住了什么的那个 是的 那个泡泡它就好像冰淇淋一样 会慢慢浓化 然后那个水就会慢慢滑到喉咙 所以会引起这种 才会刺激我们咽喉的咳嗽受体 所以你会痒 会咳嗽 原则上您床上一早咳超过两个礼拜 我们就要特别小心 最好就医安排个S光 排除前阵子比较耳熟能详 就是肺部的一些急性的病灶 或者是像肺癌 所以你要咳嗽里面 如果有一些血性的分泌物 胸闷 胸痛 深咳 这些东西都要小心 还会喘 是的 这是肺部病变 对 我那时候就是因为咳 咳很久 咳一咳 可能又感染到感冒 流感 到最后我有点肺炎 我记录了两天 我一个朋友他女儿也是 一直咳 一直咳 可是后来她说 她觉得她鼻子臭臭的 你知道吗 然后就给医生看 医生说你拜托 你女儿两个鼻子里面都发霉的 发霉啊 岂能不臭 她比较夸张 就是一种霉菌感染这样 霉菌性的鼻动炎 有时候也会很难矫正 然后她有时候 临床上只是单纯咳嗽 对 像我之前遇过一个案例 她是一个45岁的女性 她也是因为 长期的过敏 鼻塞 然后睡眠的状况不佳 影响到隔天白天工作的情形 不得不来就诊 后来诊断 只不过是比较严重的 过敏性鼻炎 又合并她的下笔甲肥大 然后建议一些药物之后 就控制得还不错 就隔了半年之后她就再来 而且她是不得不来 因为她说她已经咳了两个月了 麻烦的是这段时间 因为疫情的关系特别紧绷 所以她是搭乘一些 大众交通工具的时候 只要咳一下 就会引人侧目 大概就会觉得 你是不是怪怪的 就会闪你圆圆的 我们赶快帮她安排一些检查 检查的时候可以发现 她的鼻腔里面的黏膜 非常的肿胀 然后鼻涕就满满的 可是再仔细一看 发现她鼻腔里面有好多 小小的黑色的小沙粒 还有一些细杂质 那时候我就问问看 这女生你是不是有去海边玩水 所以不小心有一些沙子跑进去 她说没有 后来才想到 可能是因为那时候 诊断完之后 我建议她 除了药物以外 可以再搭配洗鼻子 但是因为那洗鼻炎 坊间在卖 坦白讲不便宜 所以她就自己想到 不然我就去杂货店买 一大包才50块 她就买粗盐 粗盐里面 它没有后置在过滤 所以那个鼻腔 那个里面的沙子 它就会停留在你的鼻腔 我们鼻腔里面有一个 自然的一个保护机制 你有脏东西在鼻子 它就会过度的分泌鼻涕 要把这个东西冲掉 偏偏这个杂质 它又会刺激 破坏我们的鲜毛 鼻腔这样的鲜毛 就像是我们的哨把一样 它是 在我们身体里面 它扮演一个非常重要 一个清除的角色 你只要鲜毛被破坏掉 那个鼻涕就不容易清除 所以它鼻涕因为这样子变多 变稠 然后就倒流 造成它这样咳嗽的现象 它有注意到 它都是早上跟晚上的时候 咳得比较厉害 我就跟它说 那是因为你早上晚上 都在洗鼻子 洗完之后开始刺激 所以建议它 换成标准的洗鼻容易之后 这问题就不要耳鱼了 其实刚刚耳鼻火科医师 补充很多 我们有时候咳嗽 有分急性跟慢性 急性是小于三个礼拜 慢性是大于八周 但基本上 刚才有分享很多案例 咳三个礼拜 基本上都受不了 那我们除了这个 上呼吸道的 就是这个鼻腔的问题之外 其实有大部分是这个 下呼吸道 就是气管的问题 不要看胸腔那一刻 那我自己有遇到一个案例 就是它是一个 六七十岁的老伯伯 它就是长期抽烟 一天两包烟 就是都不停 然后抽了三四十年 来我的门者就很喘很喘 我就说伯伯 你有吸过这个气喘喷剂吗 有的规则用药吗 它都没有在用 那在这种 前阵子不是有霸王寒流来的时候 或者变天的时候 冬天的时候 就是容易这种 那它喘喷得很严重 它一进来就是这种 忧忧忧的喘喷声 那整个呼吸机 都是瀕临衰竭的状况 所以我就赶快把它转去急诊 那后来也是 不只是老年人 年轻人其实 大部分青少年的时候 有时候会有人用气喘 那它气喘不一定会用喘名来表现 有的人是用 那它可能同时有这个 或是有这个 这个过敏性体质 那可能咳了两三个礼拜 四五个礼拜都没有好 那之前就是有一个三十几岁的女性 就转来我的门诊 然后照X光片 其实也没有什么肺部的实质病变 那就问了一下 它询问的症状 它其实就很符合这个 夜间的这个喘名的状况 然后常常会睡到一半传起来 然后本身也只有过敏的体质 后来就改用气喘喷剂 后来这个症状就有改善 就是这个地方是 无铁共共 对吧 这上面还有鸡器 对 背部有痰 不会使到逆流 脏东西全部在这里 对 无铁共共 好猛耶 熬夜太疲劳容易变胖 请问是因为晚睡 身体容易分泌哪种激素 身体会分泌哪种激素 那个激素我有点忘记 这个叫做 我们 它好像叫做 这个我觉得专有名词 我还蛮难的 我知道它是什么东西 可是名词突然忘记了 真的 海彩 你会有吗 这个我大概也略懂略懂了 好像也太晚睡身体 因为其实你早点睡会分泌瘦素 因为我以前也瘦过我知道 会分泌瘦素来帮助你减肺 瘦素 这个有个瘦素 瘦胖瘦素 听我嘴巴讲出来 好像在唬烂一样 对 我在唬烂一样 没有 朗昌姐知道答案 但那个专有名词 那专有名词想不想 他们写不出来 他们写不出来 但它可以解释那个原因 好 来 我们看看 什么 促进食物 促进食物 消化促进食物 对 分泌这个激素 这个会忘记那个名词 会促进食物 好 它没有专有名词了 我们看看 好 来 伊莉 专有名词就是 饥饿素 美食 忘记了 忘记了 要摆变成良衣 饥饿素在我们体内 它有个作用就是 促进食欲 会让你想要吃东西 那它分泌的时间点就是 你想什么时候想要吃东西 就是三餐嘛 对不对 早餐 中餐跟晚餐 可是当你太晚睡的时候 尤其超过11点以后 其实饥饿素会再大量分泌一次 然后饥饿素它有一个名称 叫做饿鬼素 就是说会让你很想吃东西 尤其是带高油的 高糖的蛋糕 饼干这些 那就是它在第四次 就是宵夜的时候 它会分泌得更多 那照道理说 如果你是正常睡觉的人 其实在半夜12点到3点 它要分泌的就是瘦素 对 我有一个病人 他是在机场上班 在免税店上班 卖化妆品的那个姐姐 那个很晚 对 然后因为他都是半夜 大概2点多才下班 那下班的时候一定是同事约去 吃点点心 宵夜这样子 所以他工作了5年 胖了15公斤 对 听起来还好 因为一年大概3公斤 那他来看门诊的时候 是因为他说 他有时候就是 你知道客人很急 要赶飞机的时候 他都要跑来跑去拿东西 他觉得他跑步这件事 他会很喘 小跑步他就很喘 他觉得身体不OK 要开始做减重 所以他才来做这个 营养门诊的这个减重 可是因为人家早餐都8 9点 他的第一餐可能是中午过后 一两点 所以变成他的第二餐 是人家的大概下午茶 4 5点的时间 然后第三餐的晚餐 可能是在8点以后 那怎么办呢 这时候他要怎么办 你不可能叫他辞职嘛 有一个方法教大家 如果你真的是属于 真的是要吃到宵夜那一餐的 工作形态 那你在晚餐的时候 你把它剪一半 就晚餐的时候剪一半 另外一半 你可以留在宵夜的时候吃 其实你这样总餐量加起来 其实你也只有吃3点 总量管制 对 然后另外如果真的没办法的话 就晚上宵夜那一餐的话 尽量是吃鸡胸肉 鸡蛋 喝豆浆 豆浆类的东西 或是你甚至于吃一点点的 就是带一点好的油脂 坚果类的东西 这样子才可以让你就是 比较不容易发胖 其实我跟你讲 我这一餐基本上 我也没有吃过宵夜 对 64岁才可以长这样 也不是说长不长 你就是说 我自己 我自己要对得起自己 那我吃做人要注意 他不也正向吧 你想打到那边去吧 来 放行 我觉得讲到这个 我真的也是太有心得 对我来说 熬夜就是会暴食 然后因为刚好我们家 我哥哥开了一间餐酒馆 那有的时候大家晚上 就会朋友约去像小卓一下 对 刚好我们家的东西 又真的特别好吃 所以我这个人 就是抵挡不住 所以你要置入你们家的餐酒馆 对 对 刚好就是我就是这个人 就抵挡不住美食的诱惑 你来多少我就吃多少 对 然后我就 我跟你讲 在吃的时候 你觉得非常非常幸福 可是你真的到柯天起来之后 你会看那个镜子 你真的会后悔莫及 我昨天为什么要喝这么多 我为什么要吃这么多 每天在后悔中度 疲劳伴随不同症状 可看对应的科别 请列出以下症状相对的科别 症状 疲劳伴随恶心呕吐 疲劳伴随反覆低烧 科别 肝胆肠胃科 耳鼻喉科 来喔 这只有选项而已啦 是1或2 疲劳伴随恶心呕吐 疲劳伴随反覆低烧 就低烧是2 或者是那个呕吐是1就可以了 好 来 我们来看看 肝胆 嘔吐是1 疲劳 疲劳低烧是不是 对 疲劳低烧是2 反正你就应对 我们的题目跟答案 你们呕呕 我们认为要去 耳鼻嘔吐是要看耳鼻喉科 反复低烧是肝胆 反正你们跟他们不一样 所以你们是交叉的 是不是 他们就觉得跟我们反的就会赢了 对 我们就来嘛 没有 没有在意你们在想什么 对 很糟糕 其实这题赢了你们还是输了 好吗 对 我们请耳鼻喉科 来 吴医师来解答 伴随恶心呕吐的建议还是看肝胆肠胃科 你们对咯 对 疲劳如果合并反复发烧 我们就看一下耳鼻喉科 其实大概概念很简单 就是恶心呕吐我们还是请肠胃科医生 帮忙扫个超音波 看看好不好肠胃像肝脏的问题 胆道的问题这些 可能会比较有多那么一点点 恶心有吐的状况 那发烧的话 可能建议还是查查 投紧区相关的一些问题 之前有一个40岁的男性 他一直长期大概大半年 一直处于这种反复这样 咳嗽 身体非常疲倦 头上唇痛 甚至他在短短的大概 三个月左右 他就降了大概15公斤 他就自己去导診所打打针 缓解他的不舒服 好像初期有点改善 那时间久了之后 他发现这样不对劲 还是很累 还是很卷 后来家人就建议他 你是不是要去医院稍微擦一擦 来了之后听他讲完 他慢性的疼痛 慢性的咳嗽 然后他晚上都会一直有 低温稍的状况 重点是他又短短的时间内 就瘦那么多 一定会有问题 我们赶快帮他做一些身体的检查 他发现摸一摸奇怪 怎么左边的脖子 大一包这样 肿块在那边 我都说你这怎么肿 你都没感觉 我说不会 我从小就是跟着我爸在 一两个工地工作 我擅长 擅长就是扛装快 扛东西 对 所以那边肌肉就比较发达 是合理的 对 你这一坨 里面有好几颗 我们超一波赶快扫一下 问题是都是淋巴 最大颗还大到十一 你这朋友 你听我的 一定赶快切片 后来就安排个切片 结果出来 那是一个恶性的淋巴 对 因为这样的关系 后续他就要接受 很长时间的一些化学药物治疗 所以不要小看这种疲劳 疲劳这件事情 有一些时候魔鬼会藏在细节里面 你看癌症 就这样子把它查出来了 所以如果说各位有这种慢性的疲劳 然后有一些发烧 不对劲的状况 可能还是去医院 好 所以我们今天很清楚的 这个 一定会答对 这个是四分 然后呢 那么厉害的对 三分 还不错啦 小叔小叔 对 好啦 最后我们还是要小小的惩罚 好不好 好 来啦 第一次好跳动 来啦 第一次好跳动 这个一下就知道身体好不好 真的 他穿裙子耶 他不用叫乌银跳 跳 跳 天啊 好痛喔 好痛喔 真的假的啦 三下 他身体不好 他身体不好啦 你是真痛假痛啊 这个很痛耶 我跟你说 你真的痛 我们也有觉得你在演 真的 我跟你说 你这一声 我觉得会产生很多误会喔 对啊 哪天你在路边飞走 他演的 他演的 我连瘦素 这么专业的词汇讲出来 大家都觉得他苦烂嘛 对啊 那个饥饿 我都觉得他很乱 他三个字都正确 真的 是很困难耶 我这个 你走看看 走看看 站着就好 走过去就好 还好啊 你真的写的 我刚刚真的在演你知道吗 我刚刚真的碰你知道吗 我也很诚恳一点 可是没有 跳真的会 跳 跳 走应该还好 走还好耶 你还年轻啊 谢谢 谢谢 别忘了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并按下小铃铛 看我们最新的影片 如果想要收看更精彩的内容 记得选旁边的影片喔